这是对阿拉的一种真诚的相信 对阿拉完全的归信 没有一丝毫的怀疑 按照阿拉规定我们的缘由去做事情 比如一个人想要背记古兰经 他说 我投靠阿拉 我们看一看这样投靠对不对 这是真诚的投靠阿拉吗 或者是虚似的 他说我是真诚的 他说我是真诚的 他允许有一点的怀疑吗 不应该有怀疑 这是第二个 他说是否你能够进去的事 每天都能够进去的事 或者是有什么意义 他说是对 我会进去的事 每天都能够进去的事 还要问他是不是 投靠阿拉的同时 是不是寻求所有的缘由 也就是三百五 每天复习古兰经 背记古兰经 等等 这是真正的投靠 对于有一些人 他只是嘴上说了投靠 但是每天去 嘴上投靠阿拉背古兰经 但是每天去玩 不去真正的记 和背古兰经 这不是真正的投靠 那